我叫朱小鹏,是一名90后 在从事外卖规划师的两年时间里 帮助过6000多家商铺 实现40%以上的销售额的增速 我们现在给我们的职业的话 有两方面的一个定位 第一方面的话我们做叫做外卖规划师 主要是帮客户做店铺的运营和优化 他自己在饿了吗已经注册好了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第二块的话叫外卖试试员 我们会定位到他商圈周边的 3到5公里的范围之内 把这些东西全部点过来 每一道都用心给吃过去 给消费者筛选出来 让我们满意的产品才能推荐给消费者 有一次统计 我一天吃了40多份外卖 我们很多同事来说 就入职两个月左右就开始 体重开始慢慢上升 有时候也是工作的需要 不管喜不喜欢吃一定要吃这个东西 像我们新兴行业的话 就准入的门槛比较高 但是所有人的获得的报酬 同样来说也比较高 我们的销售总监的话 现在年收入应该在100到130万左右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摄影棚 我们的商家的所有的照片素材 都从这里出来的 我们的话自己开发了一套信息化的系统 可以跟踪客户的订单销量 以及客户的访问量 每个礼拜我们会把后台店铺的数据 会做一个周报发给客户 像我们在做外卖待遇营的这一块的话 一方面的话帮商家解决了 他自己专业技能的一个短板 那帮助商家来提高他的工作效率 那一方面的话 我们也帮消费者去筛选了 什么样是好的一些外卖 所以的话 像我们在做外卖待遇营这个行业的话 其实解决掉了社会的一个刚需问题 为社会其实创造了提高效率的价值 看视频 上澎湃 拜拜 by bwd6